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上一期影片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狗狗币的前世今生 在做那期影片的时候 我为了演示 买了大概几百个狗狗币 没想到第二天 它又涨了200% 上一期影片 很多小伙伴反映说 我在介绍狗狗币 怎么样挖矿的过程当中的 讲解不是特别的详细 还有小伙伴问 是不是有其他的挖矿的方式 那么今天 我给大家介绍 几种狗狗币挖矿的方式 以及用狗狗币官方的钱包 来做挖矿的接收钱包 我们就到电脑上去操作一下 走开我们打开狗狗币的官网 上面有一个钱包 我们点击一下 如果你是个矿工 就不应该使用多钱包的 这样一个方式 来接收大宗交易 或者是一些矿池 一些付款 我们要做的 就是挖矿的一个矿池的付款 如果你量比较大的话 我建议不使用清钱包 如果像我们这样 只是做一个小的测验 做一个小的实验的话 我们可以用清钱包 我们把它退出 还是点击狗狗币的核心 Windows64位的 它已经下载了 好 我们打开狗狗币的核心 我们下一步 我们将它安装到C盘 下一步 install 下一步 运行狗狗币的核心 会下载一个比特币的链的副本 OK 好 我们已经安装好狗狗币的钱包 一开始 它要让我们同步很多东西 就暂时不用去管它 我们就隐藏 点到接收这里 match receive 我们设置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都是可选的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 比如说是L 点击请求付款 它就为我们生成了一个 狗狗币的钱包地址 标签是L 将这专地址保存下来 好 第二步我们搜索 L L Mine 打开 这是一个挖矿的程序 它可以用GPU来挖很多的矿 它对我们显卡是有要求的 至少是4个G以上的显存的显卡 是可以进行挖矿的 如果你的显卡是4个G以上的 可以使用挖矿的程序 如果你的显卡没有到这个级别 显卡甚至是没有到两个G的 我们后面接着会讲另外一个挖矿程序 那我们先讲这个 我们下载这个L L Miner Windows这个版本 这是一个发布在Github上面 开源的这样一个挖矿程序 安全是可以有保障的 好 下载好了之后 我们到下载这个文件夹里面打开 在1.26这样一个文件夹里面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批处理文件 好 在这一步呢 我们要这边打开这个小齿轮设置 然后这边有这个更新 和安全 我们点开Windows安全中心 我们打开这个病毒防护和威胁 病毒和威胁防护这里 我们打开这里设置 点击管理 那这边呢 这个实时保护 我们要把它关闭掉 那下面这些 基本上我们最好把它关闭掉 因为这些挖矿程序呢 很多都可能会被误判成是一个病毒 应用核浏览器控制这里 那如果你这边是启用状态的 我们有些还是要将它关闭掉 到刚才这个文件夹当中去 我们做一个代码上的修改 它就可以为我们挖这个狗狗币了 那这个是压缩包 那么压缩包呢 我们要把它是先解压提取出来 打开这个解压之后的文件 然后再到这儿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minereth4g 右键它 点击这个编辑 我们运行一下 安全中心这里 应用和控制程序控制这里 有一个叫 至于生育的保护这里 那如果你的这里是没有把它关闭的 那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提示框 它会说不运行 因为它说无法识别的应用 那我们点击一下更多应用 然后这边我们点击人就要运行 它这种话还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我们要将这一段代码改掉 改成什么呢 那我们对方点VIP 斜杠 DogicCoin 好 这个是我的一个博客网址 那这个链接地址 我也会放在影片的下方 这段链接地址把它复制出来 好 将这边我们把它改掉 先贴进去 好 要改什么呢 就是这里我们写的很清楚了 这里一个钱包地址 还有这里有个钱包地址 我们就都将它覆盖掉 我们刚才在钱包这里 receive 请求付款 当至于这里呢 这段钱包地址 我们将它复制过来 将这个钱包地址把它选中 然后粘贴 然后这边钱包地址 注意啊 后面有个点 前面有一个冒号 千万不要把它也选中了 然后把它粘贴 然后后面这个矿工名呢 我们可以不用去动它 我们直接把它保存关闭 这个我们也可以关闭 然后再到这个界面 我们选择打开 好 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就可以运行挖矿了 它已经将我的显卡型号列在这边了 GTX750Ti 它的显存是两个G 应该是不能够进行挖矿的 所以它这边挖矿是不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显存是有4个G的 比如说是1660啊 或者2080啊 这些显卡 它就可以以比较快的速度来进行挖矿 可以充分的发挥你显卡的作用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显卡怎么办呢 我们也介绍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上一期影片给大家介绍过的 这次呢 我要更加讲的详细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打开unminable的这个首页 如果你这边的图标 不是一个狗狗币的图标的话 在这边也可以进行搜索 那你在这边下拉也可以 这边可以找到这个狗狗币 你也可以在这边搜索Doggy 这个挖矿程序呢 还可以挖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矿 还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啊 狗狗币只是它当中的一个用途 那我们选中这个狗狗币 就进到了coin.doggy 这样一个界面当中 我们将刚才我们获得的 我们不要请求重复啊 我们可以用一开始的这一个地址 将它粘贴进来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好 那这一个钱包地址上面呢 现在是零个币啊 因为我没有进行挖过 在这边下载一个挖矿的程序 那这个程序有两个啊 一个是打包过的挖矿程序的 一个是没有打包挖矿程序的 那我们选择是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里面已经有XMRIG的 这样一个CPU的挖矿程序 和Phoenix miner的GPU的挖矿程序 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好 点击好之后 它就进行下载了 好 50个兆下载非常快 我们打开 它打开之后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啊 我们直接双击它 好 我刚才是MRI无法打开了 是我的Windows安全中心当中 病毒和威胁防护 这边的病毒和威胁防护设置 这里一定要把实时的这些全部都关闭 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点击继续 好 这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CPU的 一个是GPU的 通常如果你的显卡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CPU来进行挖矿 没错 这个程序可以让我们用CPU来进行挖矿 或者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GPU的显卡 还有呢 就是你的显卡是低于三个G的显存的 那么我们都只能用CPU来挖矿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还是将刚才的这段地址 我们复制过来 copy一下 暂贴到这里 这好像右键不能用啊 我们又用Ctrl V 好 它问你是不是有一个推荐码 那你可以将我的这个推荐码放在这里 只用0.75%的这个挖矿抽水 否则的话你可能是1% 这样可以让你的抽水会少一点 好 我们点击继续开始 好 初始呢 它是一个0H 那过一段时间它会显示 而经过大概十几秒钟的计算之后 它会将我这边算力显示在这里 我现在是961 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数字 是因为我刚才已经挖了大概几分钟了 我现在是i5的一个CPU 那如果你是i7 i9 甚至更高一点的CPU的话 这边算力会更高 那有可能会达到2000 3000左右 那如果你想更改之前的这些配置 你可以往后退一步 这边也可以更改其他Dogbee的地址 我们再往后退 这边我们退到第一步 我们就可以更改成你的GPU来进行挖矿 但是你的GPU是有要求的 就必须得是三个G或者更高的GPU的显卡 才能够进行挖矿 之前有小伙伴在电报群里问 minor location要不要更改 其实这个minor location 是不需要去修改的 因为它默认就是我们挖矿程序 就自带了Phoenix miner工具 那它就自带了 我们就用Phoenix miner来进行挖矿就可以了 这就不用去更改它 然后我们继续下一步 如果你的显卡像我一样是两个G的话 你选择这里到下一步是 一直是显示这个0M 无法进行GPU来进行挖矿的 像我这个情况还是要退到CPU 然后下一步退到CPU 然后我们看一下minor location 这边也是不用更改的 它这个也是本地化的 就XMRIG的集成的挖矿程序 这也不用去动它 然后下一步 将你的抽成从0.1%降到0.75% 因为任何一个挖矿的程序 它的开发者都会进行抽成 这边它已经写得比较清楚了 用我的推荐码就可以将你的抽成会降低一点 然后我们继续 这边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有意思就是说 你有30个狗狗币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往你刚才狗狗币的钱包里面去支付 狗狗币 我们点击website 就直接可以跳转到我们 unminable的你的钱包对应的挖矿 挖了多少狗狗币的这样一个统计 同样在这边也是有一个开关 开关如果打开的余额当中有30个狗狗币了 并且每4个小时它就会支付一次狗狗币的钱包里面去 这个开关有值得提一下 就上一期影片我也提到了 很多的像火币像币安的这些狗狗币市场的钱包里面 冲币进去是有要求的 就必须得像火币是有低于500个狗狗币 它就不会入到火币的钱包账户里面去 并且会吃掉你给它打过去的这些狗狗币 这个行为非常的流氓 打到币安火币这些市场的钱包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最低限额的要求 如果是打到狗狗币官方的钱包 应该是没有这个限额 你可以把它开关打开 每到30个它就自动打过去 今天这期影片给大家介绍了 unminable的挖矿的程序 另外还有一个是lol的miner 需要修改代码的挖矿的程序 当然各有好处 一个是它基于命令行的 充分的发挥我们的这些算力 unminable更加直观一点 它的这些狗狗币 挖出来的一个历史的曲线 以及它可以做不同的一些设置 直观的一些设置 unminable它可以用CPU来挖矿 而前面介绍的在lolminer 只能够用比较好的显卡 充分的发挥显卡的算力 两个挖矿的程序 可以根据你实际的手上的 硬件的条件和情况去供大家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持续分享一些 我在IT方面的一些心得 还有一些非常好的网站 以及软件的推荐 以及一些windows Mac电脑方面的使用的技巧的分享 如果你对其上的内容感兴趣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那个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